男人划开了自己的胸膛 掏出了人工心脏 在未来世界 为了适应恶劣的环境 人们只能通过改造身体 靠着电池维持生命 室外的空气已经被污染 不能直接吸入 富人靠着高级过滤面罩 活得依然自得 而穷人只能用普通口罩 勉强阻挡有毒的气体 可即便是这样 男人的身体壮毛 还是一天比一天差 下班之后 男人从最底层的邮箱取出信件 可刚到家门口 门口的计时器就提醒他 三天后需要续交房租了 男人走进屋里拿出了 盒子里面的东西 是一个精致的八英壳 女儿马上就要过生日了 这是为他准备的惊喜 接着 男人打开了三封信件 第一封信是房租的催款单 他只看了一眼 便嫌弃地揉成了一团 第二封信是保险失效的消息 原来他更换电池的申请 被医疗公司驳回了 男人看了一眼 赶紧给公司打去电话 假如不能及时换新电池 他就会三天之后失去生命 电话经过无数次转接 通话终于连接上来 可惜人工服务全部占线 他还要在排队等待一年 恼怒地挂断电话之后 男人打开了第三封信 原来这是前妻的信 被记错了地址 上面写着他的电池申请通过 男人给前妻打电话留言 随后就将这封信转寄了过去 第二天 男人在公司留下来加班 等人都走光后 他用公司里的材料 自制了一块电池 回到家里 男人掏出自己的心脏 谨慎小心地换上了电池 自制电池成功识别了出来 可还需要专门的六位激活码 否则心脏在十分钟后就会关机 男人绝望地坐在椅子上 准备迎接死亡 就在这时 他突然想到前妻的那封通知书 上面就有一串激活码 于是他马上给女儿打去电话 也要给他惊喜为由 哄骗女儿读出了六位数字 但是在输入的时候 男人却犹豫了 如果使用了这个激活码 那么意味着前妻将无法蓄名 但如果不用 他的生命就会立刻消亡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觉得他会不会输入呢 女人是未来世界 人气最高的女主播 今天直播间里的人数 已经达到了8亿之多 她随便发个动态 就1.3亿人点击喜欢 给粉丝一一回复消息后 女主播放松了一下身体 打算去下一个场景 随着直播台落下消失 一张小床从地板达地而起 头上的高清摄像头对准床头 又开始了直播 因为就连睡觉 也有一共两亿的用户 专门关注这个房间 围观女主播的睡眼 第二天天刚亮 人工智能唤醒了女主播 她随手发出现在的状态 就有2.1亿人点了喜欢 接着她又拍摄了一张面部照片 系统自动P图发布 换来了2.8亿用户的喜欢 女主播起床之后 卧室又变成了浴室 接着她开始洗澡 又有3.8亿个关注者 进入了直播间 女主播顺势拿起沐浴露 咔嚓了一张自拍 这个同款沐浴露立即脱销 5000万份同款就此爆单 系统发来销售王成就达成 女主播很是满意 可状态刚发出去 就1.3亿人离开了直播间 系统发出提示 她这条状态 违反了主播经营手册里的规定 为了稳住粉丝 女主播连忙发了一张全身自拍 好在又有2.8亿用户进入直播间 系统的警告 并没有影响直播的正常运行 这时系统提醒她收到了新邮件 女主播以为是粉丝的信 就直接扔到了桌子上 回复完私信之后 女主播有了10分钟自行休息时间 她启动VR沙滩放松心情 可那封匿名信 却趁机黑进系统 破坏了虚拟实景 女主播打开那封信 上面只写了一句话 女主播疑惑不解地走到墙边 结果一不小心靠到按钮 整个人摔了出去 她回头一看 只见远处的钢架上 悬挂着无数个一样的直播间 这时系统提醒她 休息时间结束 可女人哪还有兴致继续直播 系统检测到异常 立即收回了摄像头 无数的订阅者和铁粉粉丝 也瞬间离开了直播间 女主播本想用自己的必杀机 拍照挽回之前的粉丝 可两个标形大汉 却直接把她扛了出去 经过检测 公司认为她状态不好 而且外观老土 不够时髦 工作人员立刻宣布女主播退休 女人再也没有主播光环加深 而另外一个主播在公司 相同的操作下 打造成了新的人气主播 女人正在进行一项特殊治疗 她握紧男人的手 随着蓝色药剂注入身体 她露出了满足而诡异的效果 这是一种能让她长生不老的手术 唯一的代价就是不能生育 在未来世界 人类破译了永生的密码 然而伴随永生而来的问题 就是人口控制 没有人死去 任何生育行为 都会导致人类的数量增加 地球资源将日益枯竭 为此政府成立了一支 特殊的突击小队 专门处理违法生育的人 男人就是其中一员 这天她接到群众举望 走进昏暗的房间 眼前除了肮脏的水槽 还有腐败的冰箱 以及母亲的苦苦哀求 而她的两个孩子 便是这个房间 唯一不被允许的存在 男孩天真的望向男人 还想把自己的恐龙玩具分享给她 对不起孩子 飞船穿过云霄 来到一个充满阳光的世界 舞台上光彩夺目的女人 正是她的女朋友 谈话间 女友半开玩笑般告诉她 如果自己不是永生者 一定要为她生孩子 听到孩子两字 男人恍惚了一下 看向自己血迹未干的双手 仿佛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又一次任务结束后 一个愤怒的父亲 指责他是杀人犯 怒吼着向他开枪 虽然对方很快被击毙 但这让男人摇摆不定的内心 又多了一丝犹豫 他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 究竟是错事对 房间中 这个女人一脸幸福 完全没注意到背后的男人 他告诉女人不要惊慌 这次他只想聊一聊 他问了一个 困扰自己多年的问题 他已经活了218年 受够了这一切 只有新生命能给 这单一的世界注入光明与希望 男人没有说话 看着玩耍的小女孩 居然笑了 女孩凑过来 想跟他玩游戏 男人没有拒绝 然而女人却突然抢过手枪 还好他反应迅速 将其制服 转眼枪口对准这对母女 但这一次 他犹豫了 男人走出屋子 看到了搭档 四目相对 一语不乏 突然 屋内响起了哭声 他慢慢地挪到院子中央 抬头看着这个世界 在即将到下去的最后一刻 看到了最后一缕人光 以上三个科幻短片 都有关于人性 关乎每个人自身的选择 每个结局也都没有被定义 或许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看法 你的想法又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三个科幻短片 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这是人类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一场屠杀 目的就是为了清除世界上多余的人口 未来世界 地球的资源已经严重溃发 再加上人口泛滥 政府发明了一条会吃人的隧道 在这里 不管你是底层庭民 还是亿万富翁 只要进入这条隧道 你的生命就不再由自己掌控 隧道会不定时地关闭 没有使出隧道的人 都会被系统定义为清除对象 从而被机器碾成肉末 当隧道门再次升起时 里面的残渣会被清除得干干净净 人人都知道进去就是在赌命 但是大家还是争先恐后的涌进隧道 他们是疯了吗 不 只因为这是回家的唯一通道 眼前的一家五口 刚从海滩上游玩归来 全自动驾驶汽车带着他们 顺着车流缓慢前进 长长的队伍一眼看不到边境 男人用海边捡来的贝壳 伴着鬼脸和孩子们玩梦 可回过头来 他的笑容却渐渐消失 因为广播中传出播报 隧道上一次关闭的时间是在20小时前 而当前汽车行驶的速度内 每小时5.35公里 在接下来的60分钟内 隧道有9%的几率会关闭 两个大人不由地紧张起来 可儿子却悠闲地戴上耳机望向窗外 看见林家女孩美丽的样子 还露出了羞涩的神情 再次转过头去 女孩也同样朝着这边看过 父母相视一眼 都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随着车辆缓慢地向前移动 车内的气氛再次变得压抑起来 突然车子一个哐当 只见所有的车辆 不约而同地都停下了脚步 隧道外的入口处显示着 目前隧道处于关闭状态 男人长舒了一口气 这次关闭也就意味着 下次关闭的几率会大幅度地下降 他们安全通过的几率 也会大大提升 男人看向一旁的广告牌 上面写着抗议死亡隧道 看来政府的做法 早就引来了部分人的不满 两个情斗初开的孩子 正准备加深下彼此的感情 突然男孩看向远方 只见隧道门再次被打开 刚才还拥挤不止的车流 此刻已经消失不见了 停止许久的队伍 再次向着隧道深处驶去 他们将在15分钟内通过这条隧道 男人咽了咽口水 随着滴的一声 提醒着他们已经来到了隧道中 所有人都好奇地看向窗外 两个巨大的风扇 犹如死神的镰刀悬在众人的头顶 就在男人观看女儿的画像时 隧道内的灯光却突然暗了下来 男人惊慌失措地回头张望 发现只是系统故障 闸门并没有落下来 灯光恢复了正常 车队继续缓慢前进 看着头顶上的力气 男人一直提心吊胆 可儿子还一点不为自己的处境担心 还在一旁对着玻璃打情骂俏 眼看到了驶出隧道的关键时刻 车子却突然毫无征兆地停了下来 系统提示有车辆在不规律变动 而其他车道上的车辆还在正常行驶 只有他们和邻家女孩的车道停滞不前 镜头一转 是一辆车响插队 此时车内的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随着违规车辆插入到一旁车道 汽车再次行驶了起来 两个大人紧张地看着前方 出口已经近在咫尺 孩子们的嬉笑声让女人神经脆弱 突然喇叭里传出一阵尖锐的警告声 隧道马上就要关闭了 看着闸门缓缓落下 男人低下头 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幸运的是 最后闸门落在了他们的身后 他们逃过了一劫 一家人抱在一起 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而残酷的是 林家女孩所在的车辆 因为那辆车的无规则变动 永远地留在了隧道楼 2066年 一种新型狂犬病毒降临地球 眼前这个就是感染了病毒的人类 从她的外形上来看 称作人似乎都不太合适 她的身体已经严重畸形 脸上也只剩下一张 像Type-C接口的锯嘴 经过基因检测 可以断定变异的原因是 由于身体里的一些隐藏的DNA被记录了 很快 特别调查小组对这个事件展开了调查 根据变异者邻居的描述 昨天晚上8点 她看见邻居靠在车上 身体在不断地颤抖 起初以为对方只是癫痫犯 可没想到仅仅过去了一个小时 邻居就变了一副模样 随后 调查小组询问了警方的进展 根据调查 他们在变异者的办公室里 找到了一些从网上购买的药剂 经过医学检测报告显示 这些药剂含有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合成分子 它的作用类似于激素 可以激发地内的重构和修复 从药性上来看 需要长期服用这种药剂 再加上变异者血型比较罕见 才导致了这种灾难性的生化变异 虽然现在网站已经关闭 但专家认为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采取防范措施 避免产生更大范围的传播 可调查小组并没有重视 他们认为这种变异只是一种特例 不具备传播的可能性 然而 在调查小组离开的第二天 变异者就逃走了 虽然军方立即派出特种部队 成功对变异者实施了抓捕 但是他在逃跑的过程中 已经在居民区造成了伤亡 一对夫妻在袭击中 被折断了全身的骨头 在随后的事件中 他们在受害者的血液里 也发现了跟变异者相同的物质 随后死掉的丈夫 竟然也发生了变异 当天晚上 职业班的员工便遭到了袭击 而新的变异者 跟之前的形态完全不同 他身材高挑 四肢细长 而且行动速度非常的快 医院主管本想通知调查小组 可其他被袭击的人 也接连发生了变异 这场恐怖的生化危机 就此拉开了序幕 阿本收到了一个礼物 但奇怪的是里面一片漆黑 联手电光都被吸收了 于是他又拿了一根铅笔扔了进去 意料中的响声并未响起 箱子里仿佛有一个黑洞 铅笔就这样消失不见了 阿本见状想伸手进去 但被女友阻止了 鬼知道里面有什么 突然他们想起来了 送箱子来的朋友 好像还附带了一封信 信上写道 别让你的视线离开箱子 因为只有盯着他的时候 他才不会懂 阿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低头捡起了地上的铅笔 那个人瞪大眼睛 一句话都不说 可是当大本一动时 对方却直勾勾地看着他 阿本拿起手机给朋友打去电话 想问问他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可对方似乎是在刻意回避他 一直都不肯接 更诡异的是 当阿本挂断电话后 箱子里的人竟然开始 重复他刚才说的话 回想起卡片上的信息 女友有些好奇 如果不盯着他会发生什么 于是两人倒数321 迅速移开了视线 这样下去 箱子里的人早晚都会爬出来 阿本让女友盯着他 然后自己去找朋友 离开之前 他从厨房里拿了一把菜刀 交给女友防身 赶路的途中 阿本终于打通了朋友的电话 可是当得知阿本没有看着那个箱子时 朋友突然大吼起来 他把箱子交给了阿本 所以只有他本人盯着箱子才管用 听到这儿 阿本立即掉头往家里赶去 当阿本回到家里时 屋里气飞一片 女友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地上只有一滩水和一把刀 他开始呼唤女友的名字 可对方的声音 却是从地下室传来的 阿本顺着楼梯走不下去 发现箱子就放在屋里的桌子上 可他一回头 却发现几个黑影堵在了门口 只有盯着对方时 他们才会站在原地不动 然而大本深处的这个角落 没办法同时看着两个方向 而就在他来回扭头的期间 黑影不断逼近 箱子里的怪人也钻了出来 把手伸向了吊灯的开关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三个科幻短片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女人正在哭泣 下一秒 一根面条就从眼角滑落 大概是哭了了 女人竟把桌上的面条 放进了嘴里 这不吃不打紧 一吃 女人惊了 自己哭出来的面条 竟然色香味俱全 她找来自己的母亲 端出一份刚刚哭好的面条 递到母亲面前 看着母亲拿起叉子 将面条放入嘴中 女人很是紧张 只见母亲一边吃 就一边发出了美味的声音 给了女人一个肯定的眼神 有了母亲的肯定 很快 她便想到一样 发家致富的方法 随后 女人来到街上 拿出提前哭好的面条 摆起了路边摊 美味的面条 瞬间吸引了许多人 每个品尝过面条的人 都赞不绝口 但很快面条就被卖光了 女人只好跑到角落里 偷偷大哭 制作新的面条 她的摊位越来越 赚的钱也越来越多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能实现财富自由 可突然有一天 女人哭不出来了 伤害自己哭不出 看悲剧哭不出 也还是哭不出来 很快 女人就意识到 想让自己伤心地哭出来 或许得找找别的途径 于是她带着 陪伴自己多年的小狗 来到了树林中 随后解开绳子 抛弃了小狗 果然在回家的路上 女人很快就哭了出来 很快 小摊位再次挤满了人 所有人都称赞她的手 一个大老板找到她 投资她开了一家面条店 现在女人只需要 每天在厨房里放声大哭 就可以赚得盆满锅满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女人对小狗的照片 也慢慢没了伤心的感觉 于是她便看向母亲的照片 然后悲痛欲绝地大哭起来 面条也大把大把地落下 原来 女人为了产生更多的面条 竟然把自己的母亲也杀了 试想一下 下次女人再哭不出的时候 她又会对谁下手吗 女人一睁眼 发现自己身下 是一块光滑的曲面 只是稍微挪动了一下 身体就开始向下滑落 女人不敢轻举妄动了 她小心翼翼地打量四周 发现周边有无数个这样的曲面 而是在她的脚下 是深不见底的悬崖深渊 女人开始深呼吸 好让自己平静下来 她用一只脚蹬住地面 双手紧贴墙面 然后一点一点地 用力把自己向上推去 女人看向天空 稳定住身体后继续尝试 可刚刚的不小心 双手已经鲜血直流 流出来的鲜血让她无法用力 女人平住呼吸 强忍疼痛 把血都全抹在衣服上 随后再吹起把手掌干燥 等血液结痂后 右手终于能用上镜了 接着她又把左手像刚才那样动干 随着双手双脚同时用力 她的身体终于挪上去了一点 就这样 女人一边擦血 一边向上挪动 就在这时 她抬眼看到对面的曲面上 也出现了相同的斜手印 慢慢地随着她的不断上映 那些手印也越来越多了 女人来不及细想 因为此时在她的周围 正不断传来惨叫声 看来是有人坚持不住的 掉了下去 女人强忍剧痛 不断地往上挪动 此时整个曲面上 已经磨满了鲜血 突然间 她感觉脸上一亮 于是便把手伸了过去 伴随一道强烈的微声 天空竟然下起了大雨 女人双手紧贴墙面 气都不敢喘 可身体还是滑了下去 地面摩擦伤口传来的巨头 让女人忍不住叫了出来 眼看还在不断往下滑 她取出项链缠在手上 增加手部的摩擦力 男人的生命只剩一千五百字 一千五百字说完 她就会死 知道这个消息后 她先是愤怒 然后应 自述在她的情绪宣泄中迅速变少 等她恢复平静 就剩下五十个字了 接过医生递来的技术期 离开时她说了声 谢谢你 剩四十七 又一声咒骂 剩四十六 男人自我安慰 其实四十六个字也能活得很好 因为人这一辈子 百分之四十的时间在睡觉 百分之十的时间吃饭 百分之十五用来看电视 百分之五用来洗漱丢垃圾 只剩百分之三十的时间 需要交流说话 她打算先用肢体语言和妻子交流 比如眨眼就是矮 用拳头捶她肩膀就是喜欢 但这种油腻的表达 让妻子觉得她在发神经 于是男人不得不开口说话 但每次只敢说一个词 很快 她的剩余字数变成了四十二 可妻子非但没有明白她的心理 反而觉得她有点什么大病 终于有一天 妻子受不了了 想和她谈谈 男人心想 就自己那点剩余字数 估计话还没说完 就得嫁喝吸取 于是 说不出话的男人 被妻子赶出了家门 她郁闷地走在大街上 想着共同生活了这么久的妻子 竟然如此不理解自己 男人买了一袋啤酒 借酒交仇 可喝醉之后 她开始不停抱怨 等她醒来 发现自己只剩一个字了 男人非常后悔 看着妻子的照片 她决定把最后那个字留给妻子 走到公用电话亭 拨通了电话 回忆渐渐浮现在眼前 可接通电话的却不是妻子 而是机器客服 先是问了一堆选项 什么普通话请按一 转人公请按铃 男人不耐烦地按着 结果按错了 还得返回重来 结果通话时间快到了 对面问需不需要叙事 男人生命的最后一个字 说给了语音客服 回想男人这最后的1500字人生 他总是在发泄情绪是喋喋不休 在表达爱时却惜字如今 或许男人就代表了大多数人 爱意总是无法很好地表达出来 虽然不说不一定是不爱 但既然对我们来说 人生没有字数的限制 那为什么不直接地表达呢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三个科幻短片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女人坐在马桶上 熟练地撕开包装 打算来一次生命探测 随后扯下纸巾擦干 手撑着下巴 开始不耐烦地抖带 看了一眼手表 又晃了晃修长的眉头 接着忐忑地拿起燕运包 低头一看 好家伙 又中奖了 他猝起眉头 思考着解决办法 可就在此时 隔壁厕所传出暧昧的声音 女人也暧昧一笑 不禁打探 年轻人就是放得开 比当年的自己花样还多 突然间 隔间伸来一只脚 女人倚着身子躲开 可诡异的是 这只脚开始拼命挣扎起来 伴随而来的还有不断的藏脚手 女人瞬间吓傻了 她此刻似乎撞见了犯罪现场 她害怕地捂住嘴巴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随后 隔壁的声音越来越小 直至消失 脚也不再挣扎 为了防止被凶手发现 女人小心翼翼地降门锁 转换至无人的状态 然后抬起双腿 蜷缩到马桶上面 伪造出厕所无人的状态 直到听见凶手离开后 她才松了一口气 女人走出厕所 推开了旁边隔间的门 可奇怪的是 里面空无一人 见此她只好顺着第二个厕所 依次推门查看 然而情况愈发诡异 女孩的尸体 似乎凭空消失了 女人这才意识到 自己是不是因为重大架 惊得出现了幻觉 她再次坐回到马桶上 收拾包包准备离开 可就在这时 那只脚再次出现在她眼前 女人麻着胆子拿出手机 打开摄像头 缓慢朝隔壁深去 更诡异的是 照片中的女人正是她自己 接着抬头一看 男人是一名化妆师 但她的化妆对象 不是人而是尸体 她有个奇怪的品号 就是喜欢一边化妆 一边和尸体聊天 这天 停尸间接收了一句 非常美丽的女尸 男人从未见过如此迷人的尸体 精致的五官 深邃的眼神 男人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 她拿出一只口红 细细地描绘女尸的嘴唇 一边涂一边夸赞女尸的美貌 看着娇艳欲滴的红唇 男人摘下双手的手套 看了一眼周围 随即抚摸起女尸的头发 捧着女尸的脸颊 然后低头来了个法式热门 终于是心满意足 感觉棒极了 一吻结束后 还不忘给女尸清理口红 顺便还擦了擦自己嘴角的口水 最后拿起了一瓶502胶水 把女尸的嘴巴慢慢沾上 接着盖上了白骨 将尸体送进了冰柜里 男人刚转身离开 柜子里女尸的手指竟然动了 紧接着 柜门也突然弹开 男人回头看了一眼 以为是自己没有锁好冰柜 蹲下身重新关好锁紧了柜门 可刚转身走了几步 柜门又打开了 这一次 连尸体也自己弹了出来 蹲下身把女尸推了进去 就在这时 黑漆漆的动口 竟然传来了诡异的声音 突然 一只手伸了出来 男人吓倒在地连连后腿 女尸也慢慢爬了出来 男人躲到角落 女尸也迈着机械的步伐 缓缓朝他逼近 一觉醒来 男人的身体分架了 下半身带着行李 离家出走了 上半身独自坐在沙发上抹眼泪 没有办法 男人只好来找心理专家 给他的两节身体进行调和 原来男人是个死宅 每天只待在家里 吃吃喝喝打游戏 而下半身热爱自由 爱好运动 喜欢热舞 两半身体性格天差地别 曾经的亲密无间 现在却变成了分道扬镳 在心理医生的劝说下 男人主动提出了复合 可下半身二郎腿一翘 摆明了不愿意 于是男人也摆烂了 那就这样吧 分家就分家 可刚分手的第一天 男人就很不习惯 时间也变得异常难熬 他只能把裤子摆在沙发上 假装下半身还在 而此时的下半身 生活却丰富多彩 在酒吧里和美女热舞 成为舞池里最亮眼的星星 可这也引起了围观群众的困难 这天下半身和美女正在约会 胡子南边上前找茶 他当着下半身的面 质问美女是不是在和他交往 美女看着下半身 只能无奈地说不是 下半身一听 失望地转身 落寞地离开了 这一幕 恰好被一抛 跟着下半身的男人目睹了 回到家后 男人在沙发上 翻看着健身杂志 暗自下定决心改变自己 一顿操作猛龙 收获体重250 见此情形 男人找到了和下半身约会的美女 向他表明了自己的心目 可就在此时 胡子南又出来捣乱 男人直接重拳出击 美女被他的勇敢所折服 跟着他回到了家中 可没有下半身 他们只能看看电视聊聊天 找回下半身是不容缓 第二天 下半身正独自一半走在沙滩上 可竟然看见了 男人正和美女晒着日光晕 再一转头 男人和美女又同喝一杯饮料 这一幕幕秀恩爱的操作 激得下半身忍不了 搬着行李回到了家中 上半身下半身终于合二为一 最终和美女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三个科幻短片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女孩一个冲刺 撑手 完美年底 体操店里的男人痛得大汗淋漓 但也不敢吱声 就在一个小时之前 这个男人为了偷窥体操队的女孩训练 藏在了这块垫子里 但正当男人看得津津有味时 他却被体操教练发现了 男人心虚地往垫子深处躲 可没想到的是 教练走了过来 却没有直接戳穿他 而是一把拉上了拉链 接着叫来所有女孩 让大家集合在跳马前 准备开始今天的训练 男人听后大惊失色 立马伸手想拉开拉链 可拉链合得死死的 从里面根本别想打开 随着跳台准备完毕 第一个金发女孩也已经热身好了 一个助跑冲向跳马台 重重地踏在男人身上 看女孩落地没有站稳 教练带着伤腿直接走向出发地 要给他们来一次完美示范 男人听后脸都僵了 转头继续拼命拉拉链 指甲都抠出血了 也还是没打开 男人的肋骨直接被踩断 教练心满意足地笑了 接着女孩们便开始全军出击 男人吓傻了 好不容易用手指抠出一个缝隙 结果 女孩们一个接一个 轮番上阵 男人也是个狠人 除了骨折流血 硬是咬牙坚持住了 女孩们一轮接着一轮 随后刚开始失误的 金发女孩冲刺过来 一万点暴击 一旁的教练 都给女孩点了个赞 等到训练结束后 女孩们都离开了 教练这才拉开拉链 男人在里面早已奄奄一息 只见教练严肃地说 然后拿起消毒液 直接倒了下去 经过教练一番细细地消毒 男人也一命呜呼 镜头一转 教练连人带电 一起扔进了垃圾层里 咱们就是说这个惩罚变态的办法真是有点过瘾 这个脸上涂满白色颜料的黑妹 一脚踩在了一个黄色塑料圈上 下一秒 只见无数只黄色触手 就吸附上了她的脚 黑妹脸色大变 因为现在她的生命已经开始了倒计时 在未来世界 地球上的人类几乎灭绝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竟然是无处不在的各种颜色 红色的废弃灯牌 斑驳的蓝色墙体 甚至是食品包装袋 还有腐烂的各色水果 在她们表面不断蠕动的东西 是一种神秘的外星病菌 专门寄生在颜色里面 只要被她碰到 就会被吞噬控制 变成一具形式走肉 小美和黑妹在各种尝试中发现 这种病菌只会寄生在 色彩鲜艳的颜色中 黑白灰等中性颜色是安全色 还能起到保护作用 这天 她们来到一个废弃房间寻找食物 可刚进来 二楼的地板上 就响起了有人跑动的声音 下一名 一个被颜色病菌寄生的男人出现的颜色 但男人并没有攻击他们 因为被寄生后 宿主只能看见彩色的生物 而被白漆覆盖的两人 恰好是安全的 奈何飞妹没沉住起 直接开枪射击 射出的白色颜料 暂时压制住了男人 可是 男人头上的颜色病菌才是大宝 正当她要攻击时 小美立马上膛解决了她 随后便穿过地上 无数的危险颜色 准备开始寻找食物 可黑妹刚一抬脚 就发生了意外 只见她一脚 踩在了黄色塑料上 小美健壮立刻开始安抚黑妹 因为在之前的经验中 黄色颜料的病菌相对安全 还处在休眠期 只有混合其他颜色才会狂暴 随后她走到黑妹身前 准备营救她 可与此同时 在他们的头顶 正有一滩红色颜料 并且还有一块渗着水的木桶 正往颜料里滴着水 红色瞬间就往外一出 而楼下的两人 还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终于 小美把黑妹的脚拔了出来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 一瞬间 小美便开始抽搐起来 紧接着脸上的白漆渐渐掉落 显现出了诡异的红色 黑妹吓傻了 看了小美一眼后直接逃跑 而小美在颜色并均的吞噬下 变成了一具形式走肉 仔细看 女孩的眼睛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女孩一觉醒来 竟然发现自己的身体没有了知觉 全身上下 只有眼睛还能勉强眨动 护士想要和她沟通 也只能通过眨眼来交流 两人的谈话中 得知女孩是因为被人 从50米高的窗户推下去 才导致的瘫痪 简单的交流后 护士转身离开 可护士前脚刚走 女孩吓坏了 突然 窗户也休得打开了 下一秒 女孩的病床也开始缓缓地动 手上的针管也被渐渐拽起 随后一股无形的力量 推着女孩的床 冲向了窗边 危机关头 护士及时赶到 女孩吓得不行 可除了流泪 也没有别的办法 护士见此情形 立马拨打报警电话 可就在她身后 看到这一幕 女孩眼含泪水 颤抖双眼想要提醒护士 可下一秒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三个科幻短片 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女人正在伤害的 一个深呼吸 天色 四六以下 婴儿如同起碍一样 破窗而吹 正飞着飞着 小娃娃变成了小男孩 然后又长成了少女 飞着飞着 又变成了青年的模样 下一秒 头上的头发没得大 牙齿也变得七分八 接着又慢慢往老名人变化 最后 真 落地成河 三和四之间 还存在一个整数 你有思考过吗 假如能够推算出这个整数 就可以进入四维空间 获得穿越时空的能力 这位数学家无意间 发现了这个违背常理的现象 而这也成为了她的心理 负责治疗她的心理医生 让她在纸上写下这个数字 可除了一到十 数学家写不出 那个加在三与四之间的整数 本着治疗的原则 心理医生试图打破数学家的妄想 于是拿出一罐糖豆 让其证明那个整数的存在 只见数学家依次拿出了 绿白黄三颗糖豆 等到拿出第四颗的时候 她变得犹豫 不知道该往哪里下手 这种疗法下 数学家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越想证明就让她发狂 她向医生说道 可医生却觉得这是 她在逃避面对 立马叫来护工 让数学家回去冷静冷静 可医生没有发现的事 数学家在离开前 不仅抓了一把糖豆 还顺走了一只马克 数学家这诡异的剧 让医生感到奇怪和疑惑 看着桌上的糖豆 医生突然想起 小时候经历过的一场车祸 当年现场的糖豆 不就和现在的一模一样吗 乘坐电梯时 她也思考着数学家的话语 看着楼层的数字 她竟明显感觉到 电梯在经过三合四两个楼层 停留的时间有些长 难道这之间真的还有一个数吗 回到家后 她查找了大量的书籍 理论指出 人类生活在一个三维空间 加时间维度的世界里 但物理学家认为 除此之外还有七个维度 只是人类看不见罢 摸不着头脑的医生来到酒吧 突然 一颗花生炸裂开来 再一转头 又看见了在写公式的数学家 医生立马跟了上去 跟着数学家来到一个巷子 这里竟有一台黑白小电视 里面正在播报 几天前发生的一场车祸中 一名去世的老人 似乎是凭空出现一般不知来历 这时电视机前 又出现了一个男孩 医生仔细一看 那不是自己小时候吗 突然一阵电话声音响起 原来刚刚的一切 都是一场梦 是医院护工的电话 说有大事发生 让他赶紧来医院看看 来到医院后 医生推开了 数学家所住的304号房 此时 数学家已经不见了 留下的只有满墙的数学工时 以及地上仅剩的马克笔盖 医生看着笔盖 突然回忆起那场车祸 当年在现场 除开满地的糖豆以外 正巧有一只没有笔盖的马克 一切都恍然大悟了 当年那个不知来历的老人 不就是证明出整数的数学家吗 而那个阻止他证明整数的东西 就是死亡 现如今 除了数学家以外 世上又多了一个 知道整数现象的人 女人突然感觉 自己的心口空空 拉开衣服一看 再一看镜子 整个人都不好了 胸口竟然有个大洞 女人吓傻了 立马出门去看医生 可走着走着 右腿也变成了一个木棍 胸口的洞也越来越大 她跌跌撞撞地 继续朝医院走去 但没走多久 另一条腿 竟然也变成了木棍 更夸张的是 她的身体也变成了木板 拖着两条木头 女人感到绝望起无助 而路人也只是冷眼旁观 没过多久 女人就变成了一条 纯纯的木头银子 只有身上的衣服 还在证明她曾试人 这时 一个男人发现了她 想着家里正好还缺银子 便把她带回了家 第二天 男人在打游戏时 女人竟从背后暗中观察 男人感觉不对劲 转头一看 女人又变成了影子 很快 女人开始适应了 变成影子的生物 男人不在家时 她就做田螺姑娘 整理整理家务 等男人回来 她又瞬间变成影子 就这样 一人一已过上了 他们自己的小日子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三个科幻短片 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